知恩报德 诸位同修啊 我们世间人啊 都爱用这句话去压别人 我对你很好啊 别忘了啊 以后千万别把我忘了 忘了你就忘恩负义 谁对我们有恩 众生是对我们有恩 但是我还有一个大恩大德 你别忘了 你就小恩小德都计较的 这么执着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你都忘了 所以什么叫知恩报德啊 我们要知道谁对我们有恩 我们一切要听佛的 佛对我们的恩德是最真实 我们念佛才是真正的 不光是报佛恩 报一切众生恩 我们顺佛愿呢 弘扬阿弥陀佛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报 不光是报一切祝佛的恩德 报一切众生的恩德 所以同学们我们要知道哪个是真实的 哪个是重要的 所以佛在示意法里面告诉我们 一智不一实 前面有这个五种男 有一种叫外道向善 乱菩萨法 外道呢 就拿那些似似而非的善来锁住你 你不能忘恩服役啊 你怎么念释迦摩尼佛 你阿弥陀佛不念释迦摩尼佛呢 你这不是忘恩服役吗 这个就是人世间的感情 好像是善 乱你的菩萨法 乱你成就的法 所以前面那五种难呢 我们是没有时间呢 跟大家细讲 大家把它记住这个纲目 你慢慢去体会 然后你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缘分 有很多人用世事而非的话来 来诱导你 他不见得是恶心 他可能是善心 但是他没有那个智慧 搞一搞搞一搞 哎呀 不好意思念 专念阿弥陀佛了 那我也多念点别的佛吧 前两天我得病啊 我念药师佛 病好了 我儿子考大学 我就念弥勒菩萨 哎呦 一下考上了 以后我不能专念阿弥陀佛 我不能忘恩呢 所以我要游着 八点到九点念弥勒菩萨 九点到十点念观音菩萨 十一点到十二点念地藏王菩萨 哇你这真是知恩报恩 这叫知恩报恩吗 最后在六道里面 菩萨不忙 你帮菩萨忙 地藏王菩萨本来 看你往生地狱少一个 他成佛该很快了 看你又念他又回来了 那你怕地藏王菩萨不忙 所以同学们 这个话方方面面 你要认清楚 你还不会被别人动摇 你说我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 就有很多人来说 你怎么能专念呢 然后他说出一些 似是而非的话 听着 哎呦是有道理啊 你就被他拉回去 拉到六道里去 所以我们这个 天津菩萨要说的话 你看他都有忠 有依靠 有佛的教诲 作为依靠 知恩报德 你要知谁的恩 报谁的德 我们真正发心念佛到极乐世界了 你的父母 眷属 冤亲在主 凡是跟你有缘的人 都得利益 就义人得道 鸡犬都升天 你家里养的小动物都升天 我告诉你 生的不是一般的天 极乐天 因为我们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